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got old The rainbow in the sky So it was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it be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Hello大家好,我是草匠 看标题就知道 今天是我很久都没有做过的一个主题了 就是关于美妆 为什么那么久都没有做美妆项的视频呢 因为我觉得我还练得不够 在化妆这方面 我的自信心并没有那么强 不长期训练的话 有种能拿不出手的感觉 今天我可以从一个化妆白痴 到美妆新手 这一段路走得相当之漫长 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新手比较适合用的东西 以及我曾经用过的 不太好用的东西 我记得我化妆是从大四开始的 那个时候很简单 连粉底都没有买哦 就直接买的是一个 ZA的一个隔离霜 还有坎妹的眼影 就开启了我的化妆之旅 之前买的是一些日系的眼影 它会带很多珠光啊 其实不太好驾驭 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哈 就手法呀 然后整体什么的 后来就买了这个眼影 然后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回购 等一下 小棺材的这个眼影有两个色号 一个是偏紫色调的 一个是偏橘色调的 我比较建议大家夏天的话 新手的话买橘色调的会好很多 这个眼妆就是非常基础的那种 请看我直插太阳穴的眉毛 我一直都还蛮喜欢画这种款式的眉毛 但是之后我会去探索更多 我觉得上上眼睛上是很健康的 那种偏橘调的颜色 反正这个夏天 我一直都在画橘色和绿色的眼妆 不管怎么样 你要给自己背一个干净的 预染的刷子 这个刷子一定要很好地去过渡 所以说比较考验你的刷子的柔软性 当然手法也很重要 反正新手开始的时候 都是慢慢地去自己去试错 就是给自己一个试错的可能性 注意这个手法 要和刷子配合在一起 柔软又服贴的感觉 我有点喜欢这个闹鬼的B卷 感觉你们应该不太喜欢 你们会觉得有点吓人 OK这个基础的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很早以前我美妆视频里面也出现过它 它的配色就是超级简单的那种 完全是一个基础款的 亚光的 我已经回购了两次了 我平时很少有场合 会用到那种比较夸张的妆 欧美系的 我平时都是偏日常系的 这个真的是很通勤 通勤大力 对 而且它的包装也很好看 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风格 咱们说到眼影了 还有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刷子 刷子真的是让我很费解的一个东西 在我化妆初期的时候 我就想用手涂不就好了吗 就是 是吧 这样就挺好的了 到了后来 我发觉真的要用刷子 才可以把你的眼妆弄得干净一点 你用手真的 可能会有一点那种反普归正的感觉 但是并没有很精致 从我化妆到现在 基本上买的都是国产的刷子 因为 牌子的刷子真的太贵了 买刷子我一定也要做功课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咱们中国的刷子 苍州都是最好的 为什么苍州都是最好的 我好费解啊 我有一些河北的同学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买刷子要买苍州的 得到的解释是什么 就很像我是自贡人 我就觉得 我们是恐龙之乡 苍州的同学就告诉我 他们是皮毛之乡 求皮之都 就很骄傲的那种 相对比较便宜 比如说一板以内的一套刷子 你希望整个品质好一点 我觉得尽量可以选择苍州的刷子 因为我用过很多 目前我用的也是苍州的刷子 等一下给你们看哈 这个菲斯加分的牌子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买过两次 没有说一定要真毛 但是我是很注重 就是接触皮肤的那种感觉 因为眼睛比较脆弱 而且我这种老年人 就特别需要隔骨了 我还是特别爱折磨它的 尝试嘛 是吧 有一尝试就值得表扬 这个就是我目前在用的一套刷子 非常适合新手 这边是我用来画眼影以及眼线 这一支我是用来做遮瑕的 这是一个非常顺手的斜角的散粉刷 然后这个腮红刷就很正常 这个是用来做羞辱的 这个它是带定 还不知道干嘛 这一套我买成88块钱 价比真的很高 总结一下 我觉得新手买刷子的话 第一就是要舒服 第二就是要顺手 第三是性价比高 还有一点 就是不是说刷子好了 你画出来的妆就好了 Hello It's me 第三个东西是我用来画眼线的 但是它又是眉粉 而且它又是这个牌子上一季的东西 说起来就有点搞笑 但是真的很好用 就是Crox的这个眉粉 你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 这个眉粉有很多用处 但是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用处 比较魔鬼的用处 所以说我配了这个BGM Yeah 我从来不用它来画眉毛 我就是用它来画眼线的 非常好用 我会用这样一个斜角刷 过程有点粗暴 就是在水龙头里面冲一下 像研磨一样 会想要把这个斜角刷弄得比较尖 这个硬核的方法 我现在已经沾了水了 然后开始研磨 姐妹两个都不错 明天一块去拔脱 火锡眼线完成 但是这个眉粉有个问题 坐飞机的时候会被检查到 它会觉得是打火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午夜电台草DJ 在这优美的乐会 在这优美的音乐下 让我们来感受这盘 很遮瑕盘的美丽 OK 这就是我说的 那个特别厉害的遮瑕盘 它叫Sanima Secrets 电影的秘密 然后它的创始人 就是这个牌子的创始人 是一个美国的特效化妆师 因为它非常厉害 进入了好莱坞的化妆工业 创立了自己的这个牌子 我个人的体验感还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特别怕那种很干的遮瑕膏 虽然大家看到我的脸上 还是有很多瑕疵 我这个地方长了个超级大的痘 然后也是用这个遮的 你们娶美瞳的时候 是不是我这个方法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错误 帮我指出来 谢谢 你看 这是我长的一颗痘 有点惨不忍睹 不同的肤色 平时用这种都很像调色盘那样用 因为我的痘痘超级大 所以说我选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刷子 然后会中和这两个颜色去遮盖它 它非常好的是什么 是特别的润 因为我是天生的雀斑 所以说我也是用这个去遮的 我买过非常多的遮瑕膏 稍等一下给你看 这一款我是觉得还好诶 它的遮瑕力很强 但是会偏厚重 这个算是网红款了吧 我已经闲置了 我觉得真的不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很干 真的很干 这三个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因为我是大干皮 我的天 这三个也是干到不行 我用了好几次都救不了 我跟你说 上了妆以后 感觉我的粉底好亏啊 我又把它重新卸一遍啊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试了才知道 这个还相对比较贵 如果你是化妆新手的话 比较担心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点 第一 我是个特别干的大干皮 因为在北方待久了以后 然后第二 我主要是用这个来遮我的痘痘 还有缺疤 我用了以后 没有那么容易卡粉 这个就是我用它的一个体验感 也不算是给新手推荐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种深色系的口红 这两个涂出来都很酷 新手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啊 想要在那种危险的边缘试探 这个就是我试探的结果 我很喜欢它的就是它的这个盖子 里面有吸铁石 这个带紫调的口红 很喜欢它薄涂的时候 很日常 但是呢 它厚涂的话偏暗黑系了 就有一点黑摩纤 有点反光 好好看的 妈呀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叫温柔唇色 推荐过 植村秀的另外一款 然后这一款是适合硬眉的 这个颜色可以算是吃土色吧 薄土的话 我觉得秋冬还比较温柔 夏天其实不是很讨好 看它的样子平平无奇哈 刷头也是很正常是吧 但这让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它有一个 它这个地方可以转 转了以后请看 变得很弯 就可以很好的去刷你的眼尾 眼头 还有你的那个下睫毛 其实它涂出来的感觉 也没有非常的 哇 长得要死死的 然后又很怎么怎么样 没有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好去操作的 我觉得很适合 新手的一个睫毛膏 接下来 作为一个新手 怎么不可能败几个 贵妇级产品呢 第二个就是妆前乳 CPB的妆前乳 全是钱 它真的很适合 画日系妆容 会均匀你的肤色 会有点偏白 CPB我很少用 就是用过它的遮瑕 我觉得不好用 然后这个还蛮好用的 好 这个蜜粉 我已经推荐过了 我是觉得很值 我买的是送两块粉饼的 可以用超久 就是一个投资嘛 它本身是带了一个粉铺的 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用粉铺来定妆 我建议大家用刷子来定妆 而且要用这种斜角的刷子 很多定妆刷是那种圆的 你知道吧 就是它这边不是斜的 大家应该看到很多博主推荐 那种什么无毛孔的散粉定妆方法 就是用这个刷子去 就是90度去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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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如果你的刷子的毛不够柔软的话 真的戳起来好疼 虽然它的妆效真的很不错 个人还是建议用这种有斜度的散粉刷 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便宜的纤维毛的定妆刷的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抓粉力和支撑力 弄了散粉以后 抖一抖抖一抖 它还在 抓粉力还可以 这样去戳的话没有那么疼 依然会达到那个效果 不要浪费 支撑力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的刷子支撑力不好的话 就是软 而且就不抓粉 比如说支撑力不好的刷子的话 你去修容 它就会糊在一坨 在那个地方 不好把它均匀的铺在上面 你想修容和想体谅的地方 就孕染不开 斜角的散粉刷的话 它最短的这个毛 就做到了支撑力这一点 你在上粉的时候 就不会一下子完全就散开了 你知道有一些圆柱型的话 就很容易散开 就会让你在取粉 还有你在定妆的时候 就比较均匀 记住这一点 最后一个也是贵妇香的 而且是护肤品香的 就是这个熬夜霜 最开始我买这个的时候 也是被安利嘛 当时狠了一下心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呢 我每天晚上就涂一点点 因为很贵嘛 就很心疼 结果觉得没有任何效果 什么东西啊 我气得我要死 我就把它牵制了 很扯的是有一天晚上 我脑子好像突然短路了 忘记了这个是一个很贵的产品 我就以为它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挤了三次 然后就抹在脸上 无所谓啊 就是感觉好像是很早以前 买的一个很便宜的什么霜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皮肤感觉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去手机上查我的购买记录 原来是一个贵妇产品 但从此以后 我发觉了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要多用 就是你不要小气巴拉的 它是这种挤压式的 往下压就会出来挤两下 或者两下半的话 涂了脸上的效果 会比你少涂好很多 OK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东西 我从化妆垃圾到化妆新手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瞎买 瞎试 然后最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适合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推荐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 或者是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收藏它 推荐它 谢谢 继续视频也就出啦 拜拜